我叫老沐是一名宇宙工程师 最近我正在参加无限制战车大赛 以致成为战球王的男人 这是个啥 垃圾车 跑的还这么慢 就这级别的用得找我出手吗 又装逼了 等着看看他的武器 我去 这么恐怖的吗 切割这些东西 而且都不是的 太吓人了吧 不过 我已经知道该怎么打他了 工程师老沐开工 你准备做个啥呀 DN不是不灵活吗 我这就做一个铁牛战车 走位嗅死他 移动装置捐理带吧 屁股夹重一点 武器的话 激光的伤害确实高 听进展我肯定没办法打 还是用远程吧 先放到28个加龙炮 再放三个八头排击炮 再放12个导弹发射器 前面再加两队导弹发射唱 和电磁轨道炮 好家伙 这是要轰平这张地图啊 完工 从外形上来说还不错 有牛脚也有牛尾 那必须的 而且不光是外形 战斗力也猛的鸭皮好吗 不错 等等 你两边排击炮 根本打不出子弹啊 哎呦 小问题 等一下战斗时你就知道了 走 冲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限制战车大赛 好家伙 老末今天可是下狠手了 这一身的大炮啊 打上去一定很难 比赛开始 老末首先发起进攻 对手立马进行半截 老末试图用走位秀对手 再好像走位失误了 太过靠近对手 被激光伤得不轻 二红 开头撞到了石头杀 对手趁机失出 成功干爆老末 我决计都行 你开始都说了 对面近战厉害 还中那么近 对哦 我应该放风筝啊 第二轮比赛开始 这次老末学聪明了 这激光的射手派 疯狂输住 最守下要靠近 但是全被老末 零小的避开了 在老末的操作下 利用如下雨 一般一级的炮弹 轻松干爆了这手 恭喜老末 获得比赛胜利 各位观众 后来评论区 留下你想看老末 打的敌人的类型 三球飞机坦克 都不限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